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已经不是在保护台股的股市 昨天台积电法说 一来数字优于预期 二来乐观看待 第四季会更好 第三是认为2022年 供给产能持续的吃紧 第四 先进制程推进的速度 比市场运过来更快 三星看来追不上 所以晚上台积电的ADR一涨 整个带动费办指数大涨了3%多 一堆半导体的股票 晶片股 全部都跟着大涨 然后NASDA也大涨 道琼也大涨 S&P500全部都大涨 仿佛前面 大家一直在担心所谓的通膨 油价还在涨 然后蓝莓价格 天然气居高不下 因为再来进入冬天 使用量大 价格很难下来 大陆要涨电费 通膨问题 就必然要发生 但股市就是这样 就是说 当有一个因素出来 股价就先反映 反映反映反映的差不多之后 后面 即便物价再往上 大家只要习惯 就不会再有利空反映 所以台电这个一涨 带动了美股全面的大涨 NASA涨了251点 Tao Jones涨了534点 S&P500涨了74点 然后上海也涨 南韩也涨 日本也涨 恒申也大涨 因为台电它位居 所有电子业的上游 叫做IC产业的上游 叫做金元代工 它位居所有产业供应链的 最上端 当它说好 大家就会有信心 全球股市一起往上 台电的影响 已经不只是台股的护活神山 它在全球股市已经洞见观战 它叫做化水也更大 所以台股今天 好像最高涨393 那收盘价也就是最高底 一口气 一根红K 就吃掉了前面四根的回答 指数又回到了 16162 拉上来 打下去再上来的一个最高点 收了一个实体的大红爆 这代表这个底部打的是有效的 那下礼拜 我在盘中的 LINE的官方账号的 11点多的解房文章 我就提到说 下半个月台股会比上半个月好 11月会比10月份来得更好 因为去年也是 从7、8、9、10 大概横盘整理大概三四个月 11月份一路喷出 从12000喷到大概17000吧 一路喷 今年我看时间点应该也差不多 因为月接近年底 就是开始要所谓的做梦题材 你前面的什么恒大的倒在 现在大家好像也不在意了 倒不倒好像那也是你家的事 突然间大家就觉得 那不是一件什么实质的利空 通膨的问题反应完了 反应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大概大概也麻痹了 反正物价就是要涨 涨上自然会从调涨的物价里面 去做一些调整 毛利盈利率创新高 报价涨缺货的 其实很多东西都不变 所以跌完之后就是会涨 重点还是在于你要买的 要是最棒的金顶 最佳利值经历科 上周二杀到286 当天转折逆转向上涨到328块 300块以下 点一下那个机会就不见了 当天拉了四几块钱上去 当天晚上转折 隔天就来到332.5 礼拜四三四三 礼拜五三五三 礼拜一呢 拉尾盘最高涨6.1% 收在365靠最高 最高点 365 礼拜二 又推到366 礼拜二 然后礼拜四来到372.5 今天呢 来到392 几乎 从看到286的那一天 前后花了几天 当天拉一个转折下引线 然后2345678 286 8天就涨到392块 几乎其实400块又近在眼前 所以你说这一波哪一档股票最强 就500块以下的股票 金领科确实就是第一强 真的非常的强势 标准的强力V型反转 强力V型反转 跌还没有那么快 跌的幅度是比较缓的 涨上去的幅度是比较抖 强力V型反转 那我说金领科其实 每天在那边跟大家聊东西 其实都差不了多少 因为一家公司的基本面 它不可能天天有变化 我今天看的是一个未来一年三年到五年的一个长线的趋势 然后这种ESIC的产业 它从接案到委托设计 然后到Table就叫设计定案 可能常常简单晶片 maybe就半年 难一点晶片可能就要一年 所以行政电脑从去年到今年设计定案大概就搞了一年 然后后面设计定案完之后测试没有问题 要开始开光照 开光照 简单的可能就几个月 复杂的比如说像行政电脑可能要开个半年 然后又两季又过去 那这样前后就一年半 然后之后就要进入量产 所以这是一个long turn的一个趋势 就不是说眼前就是说接到案子了 好棒棒好棒棒 下个月量产 然后营收就冲上去 没那么快 所以你要非常懂这个产业 才知道说为什么我可以跟你追踪这么久 因为去年9月份买76块 所看到的那个东西 真的产出会在明年的第二季 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但去年9月份买是多少买76块钱 到今天最高390几块 今年最高是615 所以那个累计的倍数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但是那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趋势 那就比较近来说的话 第四季权力金会明显比第三季来得高 因为第三季其实权力金没有认太多进来 7月份4896万 8月份跟9月份都只有2000万 加起来大概就是9000万 一季的9000万的营收 里面权力金的贡献大概只有3000万左右 所以其实第三季 新的权金的这个路障 其实是没有什么看到 但到第四季 新的案子而且是大的案子 我认为大概客户也有希望赶快开案的需求 好不然你客户一直拖一直拖 你后面未来设计 然后到设计定案 时间越拖越长 这客户也不会一直拖 第四季 应该会明显的强于第三季 那有机会好上一倍 然后第一季又会比第四季更强 因为回头如果说你去看看当初 股东会的董事长是怎么讲 他就很明白提到说 明年第一季会有一些产品陆续要量产 那我估计可能是POSE系统 或者台下店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小的案子 设计上比较简单 其实很多今年应该就要量产 那因为后端的封装测试 尤其是最重要的后端的基板 IC封装的基板 前几个月据我所了解 市场交期长达一年 你要跟你就没有 所以国内的 瞧一瞧 国外的供应商瞧一瞧 再快 第一季要量产 所以第一季就会看到量产 再加上第一季 全域金会比第一季来得更多 所以是第四季大于第三季 第一季又将大于第四季 也就是说后面就是季季高 月月高不敢讲的季季往上 所以大概最低点就是在第三季 我说数字上最低点是在第三季 股价确实也从484杀到286 然后开始回来 开始涨回来 就是在反映这个数字 后面数字没有低点了 所以我认为股价就一路往上 然后进入第二季 重头戏就是行政电脑 光照给你开个 最多最多六个月的时间 60层一层给你开三天 快一点可能两天多就可以完成 但我们抓到最保守 大概半年的时间第二季要开始量产 一旦到那个时间点 你要知道行政电脑在中国大陆 总共接近两亿台的公交机关用的 行政电脑都要换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 总共两亿台 假设切成五年 一年需求是4000万颗的处理器 但说现在要一次不可4000万颗的台电的产能 它也没有那么多 那这中间可能 比如说前面第一年可能出个 一个规格 然后后面再出的新的规格又要升级 所以一次不会给那么多 但我认为明年至少是几百万颗的需求 那是基本 所以当明年第二季陆续都量产 由于行政电脑开始量产的时候 那个营收跟现在的规模是不一样 现在是2000万 5000万 6000万 7000万 大家斤斤计较 那个一2000万 两三千万的上下 等到明年第二季以后 我跟你讲 你就看不上这些几千万 因为那个规模可能是几亿以上 那是用意义起跳 你就不会在那边计较说 什么多了2000万 少了2000万 那个就不是重点 所以那个到时候就完全进入到 另外一个规格 那我就说明年的 获利会在50块钱起跳 我也说很多人我知道 都不愿意相信 你现在根本没有什么赚太多钱的公司 你跟我说明天要赚50块钱 大部分人都不相信 但我也说的很简单 今天他可以从76块涨到615 然后因为贾利空打到162块之后 又涨回到484块 那现在是380 凭什么没有赚太多钱 他可以从几十块钱涨到这么高 几百块钱凭什么 当然就是因为人家后面 他很多的案子正在推进 只是ASIC的一个产业的特色 从接案到设计到设计定案 到在开光照 然后投片量产 就是要时间 就是要时间 所以今天 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说 明年有机会赚50块钱 但是就像我说的 等到你看到数字 发现说 郑老师说的是真的 Maybe 30块 Maybe 40块 Maybe 50块 或者更多的七八十块 原来郑老师说的 赚好几十块是真的时候 那时候再去买 OK啊 但你觉得那时候还会有360吗 390吗 你还觉得还会有那个价格吗 昨天360今天390 你觉得还会有那个价格吗 当你真的看到数字证明说 他可以赚好几十块的时候 FCD 第一季 赚10.63 第二季赚16.27 当你真的看到数字的时候 股价是多少 4640块钱 这就是股市 这就是股市 先知先觉 是很孤独很寂寞的 但你要忍受这种 别人不能忍受的寂寞 你才会有超额利润 如果你当初 在两三年前看到系列 后面一季可以赚16块 一年可以赚四五十块钱 那时候你就去买 是几百块或者一两百块 今天是四千多块 但是没有后悔要 来不及 早知道我当初两年前我去买CD 我不是赚翻了吗 当然是废话 因为来不及了 但机会在哪里 机会在经济科 未来这两年 我认为他的获利干掉系列 KY的机会相当高 因为中国大陆需要非常大 X86处理器的需求 那个量非常非常大 不只是公共用的行政电脑 5G机台也要用 一堆工业上工厂里面的一些机器 机台的处理器也要用 过去大陆的厂商 不晓得台湾有一家经济科可以做 这一次因为股价从615杀到162块 那个什么飞腾事件 搞得股价被杀到人养马翻 只有我坐在这边告诉你说 基本上没有变 但其实它是因祸得福 也因为这一次的事件 让大陆的非常多的产业界的业者 知道说原来台湾有一块 有一家叫经济科的 竟然可以做除了AMD跟Intel之外 非美系的X86处理器 所以很多订单反而早上门来 所以股东会的时候老板才会说 新街案子史上最多 董事长怎么不会乱讲 只是说你看到接案 签约 路障 设计 设计定案 这中间的过程 它就是需要时间 钱会慢慢进来 越跌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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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明年第一期之后 陆续量产 那就很精彩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你现在不信它明年要赚50块钱 你可以等到明年看到数字再去买 但你要有心心准备 那时候的价格可能 maybe是现在的好几倍 我认为CDKY的故事 就是经济科最好的范本 等到你看到数字再去买 那股价是4000块 那还没看到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买在低点 所以这是一个长线趋势 仍然是我认为明年 我认为台股最厉害的股票 所以现阶段就是盖牌不变 并且我将再买 我将再买 我现在就先让它 强力为这一段 中间稍微做整理的时候 最好的机会 我就会带家屋成员进场 再度买进 会买更多 而且最大的行情 我认为差不多到开始 然后M31 昨天最高来到370 早盘最高来到376块半 当然它最近没有经济科抢 收盘收在363 但其实也打不下去 这条是年线 打到年线差不多 盘盘盘盘盘 终究要上 绝对营收算不好 但第四季会进入路上的高峰 高通的授权金 是一笔非常大的金额 所以第四季营收获利 相当的爆发力 而且它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营收会跳 第二个是它打入了5G手机的供应链 另外 USB 4.0 PCI 5.0 高速传输明年也大好 所以它有两个动能 明年会进入到这家公司的获利营收的高峰 简单的讲就是说 股价只有力望的零头 只是要涨不涨而已 一旦要涨 比价空间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花那么多时间 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坚持买的都是金额股 只要这些股票有 最强的毛利率 最强的EPS 最强的成长性 最好的市占率 就像金额科未来 将会是中国大陆本土X86 处理器市占率的第一名 而且应该就是唯一一家 因为它就不想买Intel的 不想买AMD的 所以自己做的就是只能找金额科 所以爆发力是非常可怕 行情在今天也出现一个更漂亮的转折 我认为下礼拜会更好 所以我们一开始布局新的标股 也欢迎大家来加入 郑老师的LINE的官方账号 搜寻小数StarMess的加入之后 11点多可以看到我盘通解盘文章 并且在我的LINE官方账号留言 郑老师最棒 就可以来领10月标股券 然后评券来跟郑老师换一档 下个礼拜将会就会大喷的最新标股 等会我们再聊小股票 欢迎回到现场 过去这两个礼拜 好多数字漂亮往上的金平股 股价一路被砍下来 下个礼拜大概要开始做一个全面性的反攻 比如说创委的法人的座谈 除了9月份营收创新高月增14.7%之外 第一季会比第四季好 第四季又比第三季好 所以是跟金玉科一样的季季往上 不一定月月高但积极高 而且第四季估计要涨个15%到20% 反应金玉代工人涨价 毛利率会从52%再往上跳 可能跳到55%以上 所有数字都往上 获利也往上 而且明年产能至少增加20% 目标增加50%以上 数字一路往上 股价还在相对低档 这边买都不会吃亏 这边买真的都不会吃亏 因为这个都是张老师一再过滤的 数字最棒的金玉股 所以短线的修正 我认为都告一个段落 今天也是一样 开小红翻黑尾盘 拉上来收一个平盘 连续几天都拉尾盘 下礼拜应该就要开始重启涨势 正要盘中最高51.8% 3.4% 10月份要涨价 电子书要涨价 需要不要按第四季要密集书货 涨价加营收大喷 毛利率也往上 所以第四季获利会冲到三块钱之上 第一季赚五毛 第二季赚一块 第四季要赚超过三块 这不得了 然后明年又是黑白 电子书升级彩色的关键性的一年 年需求从1500到2000万 上看6000万 是成长一两百% 所以正要明年是最好的一年 EPS上看8到10块钱 当然他们设计股本预不会高 但是股价50块钱也真的就是太过便宜 所以你看我节目你会发现说我跟大家谈的都是数字 我们都从数字上来找被低估的最有潜力的最回标的股票 最新布局的全新买经营党SIC上游材料大标股 SIC仍然是明年的最行主流 像今天汉磊又涨停 但这个比较牛皮 这样股票会比较标 昨天创高拉回今天稍微小红 切入SIC上游材料 打破日商垄断的局面 主要客户目前是日本跟大陆客户 这个SIC上游材料毛利率超过六成 目前营收低于10% 刚起步 明年会上看20% 会成为明年主要的成长动能 明年要赚4块钱 本益比如果高达30到40倍 30不是远 30到40倍 股价会从40几块上看三位数字 汉磊本益比100倍 所以30倍就有机会 40块上看三位数字 所以这是大标股 欢迎大家 加入LINE官方账号 刘延昌老师最棒 就可以领取10月标股券 换最新一档标股 所以大家上次顺利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